立委員好 主委好 辛苦了 我想大家今天都很關心所謂 客語文化的傳承跟語言的傳承 那客家基本法第一條其實也說得非常清楚 我們最重要是要落實憲法中保障多元文化的精神 傳承跟發展客家語言文化 這個是你們客委會的任務 對不對 那這幾年來事實上你們也做了不少東西 不少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 這個根據我的了解我一樣一樣去查出來 你們最近有辦了一個什麼 幼幼客語傳通關 然後你們還有客語能力認證 還有客語百具認證網 還有哈克網路學院 還有客語心傳師 還有客語生活學校補助計畫 還有公視客語無障礙環境 是不是有這些東西 是的 都是非常大的計畫嘛 對不對 然後你們也兢兢兢兢兢 希望把它落實 是不是這樣 是的 那現在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就是說 現在推動客家語言文化 這是我們客委會最重要的任務 那我們客委會也想盡辦法再處理 那但是從數據上看起來 我們舉最簡單的這個所謂的客語認證這個部分 剛才陳委員也有提到 人數往下降 對不對 那你們辦到現在辦幾年了 客語認證的部分 應該是從96年吧 96年辦到現在 96、97 96、97開始 大概89年嘛 有吧 那總共報考人數有多少 總計有多少 總計有多少 八萬多啦 八萬六千多啦 八萬六千多 包括初級、中級跟高級嘛 對不對 那而且現在人數呈現 這個減少的現象 那你剛剛說明是 減少的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呢 我個人認為啦 是因為 如果說講初級 它是報考人數是有減少 還有包括我們很多同仁都去考 中級、中高級 都被要求去考嘛 對不對 中級、中高級大概維持一個平衡 那初級是減少 減少的原因 大致上就是說 因為客語啊 他考過了初級 他就不會回來再報考 這是一種因素 第二個呢 是可能少子女化的關係 少子女化也是一個因素啦 不過更重要的因素 是這樣的推動方法 到底對不對 我請教 除了客語認證以外 這個 主委有沒有聽過 我們現在教育部 其實也有辦台語認證 你知道這個事嗎 你有辦台語認證 那比如說我本身是米蘭人 我是道道弟弟嘉義人 然後米蘭話也講得不錯 可是我從來沒有去考過台語認證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認為 是我們平常習慣運用的語言 我們自然不會去考認證 是不是這樣 是的 那也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 我們要我們去考這個認證 其實要有一個誘因嘛 那你知不知道 教育部現在辦的 課語認證 台語認證 原住民認證 還有英文檢定認證 哪一個報名的人數最多 英文檢定認證 為什麼 因為他有使用 照理說英文是在台灣最沒有環境的啊 最沒有機會去講的啊 但是英文報考的英檢報考的人最多 為什麼 我想這個證照 因為他基本上具有他的使用的價值啦 所以 不是使用的價值吧 不是使用的價值 造成英檢考試的人數 比我們台語認證 比科語認證多 這麼多的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考試傾向嘛 因為你可能報考學校 他要你的英檢成績嘛 對不對 所以要有誘因嘛 要有誘因嘛 這個您清楚吧 好 來 那我請教齁 目前我們的課與教學 在教育部裡面規範 國中國小大概多久是數 在國中國小 目前是選休一個小時 選休一個小時嘛 我們一再要求要避休 但是教育部不肯嘛 對不對 這個部分我記得 你也曾經回復我國 你們有發很強烈的一個信件 給教育部嘛 教育部還是自自不理嘛 這個是教育部的課綱 教育部的課綱 所以語言文化通通是掛鈴嘛 他這個部分包括課語 包括原住民語言通通掛鈴嘛 都是選休嘛 那其實這個才是真正推動的誘因嘛 真是推動的動力嘛 應該是這樣吧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解決 跟委員做說明好 我想我會再繼續的努力 去爭取至少在 其實問題出在教育部吧 你沒有變成誘因 沒有變成那個 你課語認證 那個課委會做得再認證 也是這樣而已嘛 來我請教第二個問題 這裡面我比較關心的一個叫做 這個課語宣傳師 是不是有這樣的計畫 有的 那新傳師的主要目的是幹嘛 新傳師他主要的目的 他是從事課語的教學之外 還有對文化記憶 文學記憶還有舞蹈畫面 從事課語文化的教學 還有傳統記憶的傳承嘛 是不是這樣 好 那我請教 我們課語新傳師現在的要求 有沒有要求他要修教育學分 沒有要求要修教育學分 但是他有一個資格的認證 有沒有要求要有教學經驗 也沒有要求有教學經驗 有沒有要求他必須 課語新傳師以後 他必須教學多少時數以上 目前本來 原來去年有相關的規定 因為他沒有辦法配合我們的 一個進修的制度 你們本來的規定是 新傳師每五年至少要辦 傳習計畫三次以上 每次上課36小時 如果沒有達到的話 新傳師的資格自動消失 用這樣的辦法 來要求新傳師要這樣做 對不對 而開課的部分 你們是補助 對不對 那我現在請教 這個辦法為什麼變 因為我們在各地 有新傳師還有諮詢委員 提供相關的一些意見 比如說偏鄉的地區 他進修有他的難度 新傳師人數不夠 所以造成說事實上沒有辦法做教學 對 那這個才是問題跟方向的重點 新傳師本來就是要為了 傳承客家文化 客家語言 就是要教學用的 結果因為你們人數不足 所以變成說 不要降低標準 是這樣吧 降低標準 現在連時數都不要求了吧 那你知不知道 教育部現在所謂的英文教學 他要考試喔 他要考試喔 然後他還要求你要修教育學分 你知不知道這個事實 是嘛 對不對 那不管這個合不合理 其實 教育部在面對我們客家語言的教學 跟面對英文的教學 就完全不同的態度 那你們客委會自己還把標準降低嘛 本來要瘦36個小時 乘以3嘛 等於5年內要瘦100多個小時嘛 對不對 你們現在這個要求也沒有啦 你們這個要求也不見啦 那所以就變成什麼 變成我們的新傳師的標準降低以後 事實上沒有達到可以傳承可以教學的目標 是不是這樣 我想這個跟委員報告 我們正在檢討新傳師這個制度啦 未來會推動這個換造制度 對對對 所以你們這個要嚴格執行嘛 因為教育部 我們也沒辦法要求嘛 教育部天下很大的一部嘛 立法院他也不甩 現在連法院判決他也不甩 那現在問題是這樣 我們客委會自己可以做的 不是一天到晚在推那想盡辦法 你們想了很多辦法 我也認為你們很辛苦 但是問題是最重要的部分沒有推啊 那客羽訓傳師我認為是最重要 負責語言傳承文化啊 結果他連教學時數都不要求 那這個說不過去啦 說不過去啦 所以主委你現在說是用換證的方法 我們會陸續去推動 這個配合了他們的一個教學的進修 所以我認為客羽訓傳師你們要廣量嘛 其實多用一點心力在這裡嘛 客羽認證也許現在人數降低了 多用一點心力在客羽訓傳師的部分 這才是負責語言文化的傳承嘛 我們今天講的都是政策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才是重點嘛 那客羽訓傳師應該重點在這裡嘛 好 來 主委我再請教 你們很辛苦在推動啊 你們現在是不是有推動一個卡通叫做 庫克利險記 是的 那這是什麼一回事 庫克利險記是我們客委會呢 這個原創 一個動畫嘛 客羽的卡通片 客羽的一個動畫嘛 對不對 是 那你覺得這樣推出來以後效果如何 目前還在了解之中 看過的人反應不錯啦 我聽不懂客羽但是我看過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問題是什麼 我去查了一下你們客羽的 這個庫克利險記 這看的人數大概沒有超過2000人 各縣市累積起來沒有超過2000人 你知道海綿寶寶一天多少人看 海綿寶寶一天多少人看 幾十萬人在看 那海綿寶寶我認為其實意義沒有 庫克利險記大 所以 主委我今天要跟你們講的就是說 你們用力要用對地方 用力要用對角度 教育部不配合 但是我們怎麼樣來推動語言傳承文化 客語 新傳師是一個重點 那如何推動客語文化 尤其讓小朋友更加了解 你們花了那麼多精力 然後做了一個庫克利險記 結果沒有人看 小朋友覺得不好看啊 小朋友覺得不好看啊 為什麼 我想網路點閱人士超過14000左右 對啦 所以其實人家海綿寶寶 隨便一集都十幾萬 對不對 那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我希望你們真正在推動 客家語言文化的時候 是用對方向 用對力量 才會讓我們客家語言文化 真正的步上軌道 應該是這樣 謝謝委員指導 所以我希望你們這個客語新傳師 跟這個庫克利險記 怎麼樣來推動 怎麼樣來改進 這個還是真正的重要的辦法 但是最後還是 我要跟主委講 這個我們還是繼續來要求教育部 重點在這裡嘛 英傑那麼多人考 英傑大家擠得要死拼命去考 那英文教師也是一樣啊 我還參加過教育部的英文教師檢定 結果他說 你可以教大學 但是你不能教小學 因為你沒有修過教育學分 所以這個其實重點在這裡 那我們跟客委會共同來努力 讓我們的客家的語言文化可以傳承嘛 至少一定要要求教育部 客語母語都要變為必修嘛 至少要一個小時嘛 現在是全部沒有嘛 現在是全部沒有嘛 全部沒有嘛 結果你們就講一句話 然後發個文 然後就算了 這個不能這樣子做 所以我希望主委這個部分 用對方法 用對力量 才不會每次做得要死 結果達不到效果 希望主委來共同努力 好的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報告委員會 我們現在截止發言登記 接下來我們請 陳怡傑委員發言